这个浴室是大到有回升的 入住宁波冬前湖边 2000多亿晚的顶级酒店 是种什么企业 这可是宁波百月 最网红的打卡点声音 住2000亿晚的酒店 是一个现卡的大饼 值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急速B1AK 我身后呢是杭州华人万象城 平时你们肯定没少 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面 刷到各种超跑豪车 对吧 一辆99R刚过去 在这里呼啸而过 这样啪啪啪 都是人民币的味道 其实也没什么稀奇的 咱们这期点赞视频到一万 我就抽一辆给你们 车魔 俗话说得好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如果要我选一个 全国最适合自驾漫游的城市 杭州就是我的答案 再好的车 你不把它开起来 玩起来 平时没事就在市区里面 这样来几脚 消耗一下里面快要过期的汽油 那多浪费啊 所以今天的装逼内容很简单 带大家了解一下 江浙湖包邮区的高端自驾邮局 究竟是什么样 自驾邮嘛 肯定想先歇歇脚 所以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这里 杭州城区内最雅的酒店是杭州百越 路湖大唐很隐蔽啊 很私密 这样可以保证住客的一个私密性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夏季限定的核糖月色 你进来就感觉清凉了那么几度 杭州百越的地理位置呢 并没有选择很热闹的西湖 而是以退为境选择在了潜塘江边 其实百它是个多音字 有些朋友会读博乐 那是错误的 应该叫做百越 因为它的英文是Pak Hayat 从粤语百逐渐演化而来 所以叫做百越 现在大家去一下48楼的潮酒吧 整个酒店呢 其实共有三个露天开放的用餐区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位于48层的潮酒吧 各位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来看一下我为你们准备的潜塘江盛世美景 到我的楼层了啊 一走出电梯呢 可以看到地面上都是这种水云纹的大理石 现在就进我的房间看一下 Room Tour开始了 问好了吗 好了 进入座房 一进来呢 你能看到房间里面 一样是可以享受前面48楼同样的潜塘江一线江景 其实要把酒店做的奢不难 做的潮也不难 但是要把酒店做的雅 做的有文化 那是不容易的 来跟你们说几个杭酒百越的小细节 首先我现在脚踩的这块地毯 它是手工丝制的地毯 完全是个性化定制的 这个湖蓝色的陡柜 上面的荷花图案和一楼大堂的是相呼应的 打开之后 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黑漆 而是一个银底金枝的纹路 特别的漂亮 漂亮到我都想把这个柜子偷偷运回上海了 这块非常长的写字台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是用一整块木头去制造的 不管是工艺还是价值来着多部分 最后就是这块床头的箱板 调节一下卧室的灯光之后 你其实能发现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艺 特别有那种素颖婆娑 闷闷隆隆的意境 走 咱们来看一下浴室 走进来之后 你会先发现 这个浴室是大到有回声的 阿 欧 鹅 鹅 鹅 在洗漱用品方面 用的都是百月定制的 Le Labo Santo 33 弹香木的香味 能不能出清上的村座的 罗坑脑子 这就是米多特拉松路的一定是 禅堂加留下的 所以在杭州的百月 你能感受到很多江南特有的崖 一会咱们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正式开启我们的自驾游至领 早上各位 起床了 早餐还是在48层 能一边吃饭一边享受 潜汤浆的美景 什么酒店的早餐才算好 我认为光光是好吃 而是要品类多 想到你没有想到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现烤的炉烧大饼 直接在这边搬一口炉子 给你现做大饼 这你受得了吗 我点两个口味 一个是香葱的 一个是黑松的火腿 一会尝尝怎么样 杭州百日子早餐 和我之前住过的上海百日子早餐 是一样的 都是半自住的 这边是菜单啊 给大家报一下 所有的蛋类 炒蛋 水煮蛋 水锅蛋 斑尼迪克蛋 煎蛋卷 华夫饼 煎饼 都是可以点的 而且上面有一行字很关键 以下菜肴均包含在早餐架内 无限量供应 这不把它吃穷了 所以你说 有钱人吃惯了山珍海味 最后还是这种油条大饼 这种最接地气的东西 才是最香的 住2000一晚的酒店 吃一个现烤的大饼 值了 吃完早餐 带你们来看看车 一楼停的Lexus LLM 奔驰大鸡都是常规操作 那如果你想要开一台 比这些豪车更稀有的车型 该怎么操作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挑一台最新的 新到刚上市 他们都买不到的车就可以了 你看见没有 前面一排全部都停着呢 一会咱们就开这个 就会吃自驾了 之前奥迪的一创很贵 刚出来的时候卖70多万 但现在这台M1B平台的Q4一创呢 30多万 是不是感觉捡了个大便宜 最关键的是什么 这台它不是有改电 现在这个整体的外观 延续了奥迪一创家族的设计风格 这个前脸和奥迪的Rs一创GT 非常的像有没有 侧面这个封闭式的轮毂 降低分组 现在整台车的分组系数是0.28CD 侧面这边有一个一创的标 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它的车尾 都说奥迪是登场 换穿式的尾灯 晚上亮起的效果 那毕竟是非常的酷炫 别人都是远光灯能把我闪下 但奥迪的尾灯就能把我闪下 一会儿咱们就开这台车 今天整个一个自驾游的 私人定制路线会是从这边 杭州百岳出发 前往宁波的百岳酒店 然后在当中会经过四名山 也就是江浙湖包邮区的 一个著名的跑山圣地 看一下这台Q41创 它的驾驶性操控性究竟怎么样 还是浙江有钱加油站还有消暑喷雾的 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问我说 你们汽车媒体到底是干嘛的 为什么生活如此上流 那现在我统一回答一下 简单来说呢 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玩 在玩的过程中 把工作顺便给做了 这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 好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台Q41创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台是40的版本了 也就是200多匹马力 其实你知道开电动车 自驾游最舒服的是什么吗 第一它的NVH 其实会比油车来着更加的好 也就是开就会更加的安静 第二夏天开 空调特别亮 我觉得开它出去自驾游 就以一种轻松惬意的心态去驾驶就可以了 听一首你喜欢的音乐 现在我们已经开这台Q41创来到了四明山跑山 这是江江湖包邮区必打卡的一段山路 但是大家跑山还是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千万别超速 开这台Q41创跑山的整个感觉还是比较轻盈的 首先第一点是它这个渐进式的转向 当你速度上来了之后 它转向的角度和它转向的力度都会发生一个变化 你只需要打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角度 就能很轻松的完成你的转向动作 而且它力度的回馈也会相对应的增加给你一个信心 开这台Q41创跑山还是比较轻松加愉快的 唯一一个小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刹车可以调在线性一点 前段的感觉稍微有些虚 那车开久了 跑山跑久了 有点口渴对不对 要有一些娱乐项目 其实在四名山这里还有一家非常网红的咖啡店 就是这家了 它叫做渡奥咖啡 店主很细心 怕你们读不来这个奥字 所以把拼音都给写在上面 走进去尝一下咖啡味道怎么样 看见没有 南京军区303储备粮仓旧址 有故事的 你以为这边只是一个简单的咖啡馆吗 错了 在咖啡馆的对面也就是这里 它还有一个叫渡奥美术馆 你看这个建筑就能感觉到它的艺术气息了 我们进去收一下艺术的熏陶 看一下参展的艺术家 荒木 金维 三山大道 康克西 金井 罗马 都是大家 完了 竟然发现看不太懂 我要是能在这里面给你讲出点东西来 就说明我肚子里还是有点东西 但我现在肚子里有的只是咖啡 什么是艺术家 你看这一副就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艺术家 看似杂乱的线条 威武的手法 但最后形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攻击 这就是艺术 跟大家说一下这台车它的续航表现 今天一共开了240公里左右 然后续航掉了340公里左右 大家可以算一下它打了多少折 全程开空调80%左右的高速路段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参考 这台Q41创开下来有两点我特别满意 第一是这张座椅 我做了一整天 说真的没感觉到累 而且50的版本 还有皮质和翻毛皮拼接 那质感不就更到位了吗 第二就是门板上这边有一个专门放水杯的储物空间 这个设计挺贴心的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用来放私房钱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 要提的小一点就是在中控的这部分区域 虽然现在这里也有一个储物空间啊 但是上面这整块换挡的机构感觉特别的碍事 如果这块东西呢 没有整个这里都变成储物空间的话 我个人会更加的喜欢 那今天自驾游的部分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一会儿我们要入住今天的酒店 体验过了昨天杭州百岳的闹钟取静 今天我们要入住的是宁波的百岳 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远离世俗 入住宁波东前湖边两千多亿碗的顶级酒店是种什么体验 随着门口几条青铜驴的指引 咱们进入宁波百岳的大门 走 赶快跟我进来看一下 小桥流水 这边的白墙灰瓦远处呢 还有连绵的青山 所以你一走进这里 感觉不太像是一间奢华酒店 更像是江南的水江 而事实上宁波百岳的原址 也是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村落 旧旧如旧那才有名 主到回廊两侧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 两边高耸的立柱 特别有那种古诗门人祠堂的感觉 而且这边的地板都是黑色小牛皮肤的 不过还是呼吁大家更多的去用人造皮革 尽量不要用动物皮革 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往这走 这可是宁波百岳最网红的打卡点声音 宁百四景的水天一色 站在这里呢 你会感觉自己是连接天空和湖面的使者 及天地之精华 设计师其实很巧妙地运用了这个无边际的平台 两边的建筑前面开阔的东前湖景 打造出了这种水天一色的旗帜景观 这个时候弹幕大家一起许愿 希望你们今年的愿望都能成真 好酒店必备的要素是什么 是到处都适合拍照打卡 怎么拍都很美 所以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楼梯一个回廊 这边的壁画怎么拍都很出片吧 宁波百岳最基础的大床房 Room tour走起 进到房间内你能感觉到的是很传统的中式宅邸的韵味 红幕的家具 红幕的桌椅 红幕的地板 望出去之后是传统江南水乡那种宅邸的感觉 所以在宁波百岳的客房里 私密感是非常重要的 坐在坐垫上沿着大理石的窗台望出去 和朋友评几壶刚刚新兼出来的茶 不用看小卡片 聊聊生意经 这样悠闲的度日也不是为一种享受 不过要和大家说的是 宁波百岳的房间不像他们的大堂设计的这么宏伟 在一些家具还有这种按钮的地方 你能感觉到这种岁月的斑驳感 其实这家酒店是一二年十月开的 和我们昨天住的杭州百岳相比 一六年开的新酒店 再看看这个一二年的酒店 能感觉到一丝岁月的痕迹 不知道大家在酒店有没有泡鱼缸的习惯 如果我非常累的话 比如说像今天 我还是会习惯型的在鱼缸里面泡一下的 刚刚和朋友出去吃完了夜宵 其实这种大鱼大肉不太适合我 还是夜宵的牛肉面加小炒黄牛肉这种 来着更有烟火气息 好了 以上就是两天一晚的江南自驾游 高端私人精品推荐路线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就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有比我这条路线 更推荐给大家的高端精品奢华路线 也请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告诉我 我是急速避望AK 请持续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